第975章 倾尽手段 雷帝面带惊讶的望着 那在摩罗气势压迫下 依旧没有巨色的林洞 旋即微微点头 后者的那般任性 即便是他都是颇微的赞赏 摩罗见到林洞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淡淡的说道 给你半个时辰调养状态 林洞文言同样也不废话 立即盘坐下来 吞噬之力运转 将四周弥漫的雷霆之力 吞纳入体 而后化为滚滚原力 涌荡在其四只白骨 他知晓接下来的这场交锋 将会是他有史以来 最为厉害的一场 这摩罗的实力 恐怕比起原门三大张教 都是要强上一筹 而且后者为了拿走雷霆祖福 向来应该也不会过于留守 穆灵山在一旁 见到林洞被逼得要跟摩罗交手 倒是有些气鼓鼓的盯着摩罗 摩罗撇了撇碎 以他的身份自然不可能来跟穆灵山打口水仗 当即只能转过头 全当听不见小女孩的抗议 三招啊 这可不好接啊 雷子已在一旁笑着道 摩罗乃是货真价实的转轮镜祖福掌控者 这般实力 即便是寻常的转轮镜强者 应付起来都是极为的吃力 更别说如今还仅仅只处于升玄境大城的林洞 两人之间的差距真是无法丈量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摩罗诞生的 我给了他机会 即便渺茫 但能够把握住 就看他的本事了 既然他是辅祖大人的选中的 我想应该有能力创造奇迹 希望如此 不过还是过分了点 有些欺负小辈啊 雷帝点点头 摩罗乃乃的看了雷帝一眼 说道 你这家伙什么时候消散呢 怪了吧 另外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雷帝笑了笑 他看了一眼自己逐渐虚弱起来的身体 玄机叹了一口气 唉 那些该死的一魔呀 我会把这卫面中的一魔 尽顺的磨出掉的 摩罗淡淡的道 那声音当中蕴含着一丝 浓到极点的偏执 你跟他们仇恨挺大的 雷帝诧异地看了一眼摩罗 说道 当年的我在得到火焰祖父的时候 也跟他一样大 摩罗目光看见了 调养状态中的林栋 袖中的双拳却是缓缓紧握 不过我没有他的这份隐忍与低调 火焰祖父的暴露 最终向一抹朝眼而来 整个家族彻底被学习 我的父亲拼了性命将我送走 从那之后我才总得隐忍 直到后来踏步了转轮镜 并且创建出阎神殿后 方才暴露火焰祖父的存在 若能够早点地懂得这般道理 或许家族也能尚存 雷帝微微点头 没想到这摩罗也是有着一番往事 祖父这东西虽说带来了力量 但同样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接下来的雷帝并没有再说话 而摩罗斯也是陷入了那种追忆当中 面色变幻 情绪有着不小的波动 而在这般寂静中半个时辰转眼机过 而临动的双母也是在时间底的那一刻 豁然睁开 漆黑双母当中精芒涌动 磅礴的原力如同潮水一般 在其心脉之中呼啸涌动 充盈的力量弥漫着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临动抬头豁然起身 原力果荡在其周身 灵力目光直指摩罗 玄机抱拳沉声道 摩罗全辈请四脚 摩罗望着眼神灼热的临动 脸庞微动 但最终还是默然地点点头 我不会留守的 我会接近全力 临动咧嘴一笑身形飘然而退 磅礴的原力突然爆发而出 浑身气息也是在此刻膨胀到极限 摩罗面色淡然地望着临动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但其周身万丈范围之内 空气都是逐渐地变得灼热起来 赤红的光点 以一种惊人速度 在摩罗周身凝聚 短短数息的时间 竟是化为了一道 千丈庞大的赤红 在拿赤红当中 弥漫着一种令人恐惧的波动 临动望着 那由摩罗随手凝聚出来的 千丈赤红 眼中却是有着 极端凝重之色涌出来 这便是转轮镜强者的实力吗 举手投足间 便是可催动出 这般惊天动地的攻势 乾坤古阵 临动深吸一口气 旋即鹤声突然自其心中响起 一道璀璨光滑 在其体内喷补而出 然后在其前方的天空 竟是化为了一道 数百丈庞大的光阵 光阵极为的悬傲 缓缓的旋转间 一股股奇特的能量波动 蔓延出来 另的空间都是有些扭曲 雷蒂目光略有些惊讶的望着 林栋召唤出来的这般阵法 以他的眼力自然是能够觉察到 这阵法的厉害 显然这东西并不简单 倒是个有趣的小家伙 竟然是身怀这么多神物 雷蒂难难道 眼中好奇更甚 他倒是很想看看 这林栋究竟想用什么办法 来阻挡摩罗的三次攻势 祖石 林栋再度低贺 一道温和白光呼啸而出 在那光阵后方形成了一片光幕 光幕的中央 一枚古老的符石静静地悬浮 而在符石之上 盐安然盘坐 吞噬祖符 林栋漆黑双目中 隐隐地有着红光涌起来 此时的林栋 明白眼前的交手 将会是他这么多年以来中 最为艰难的一场 因此任何的底牌 他都是无法隐藏 磅礴的黑光 再度地自林栋天灵盖呼啸而出 而后在那片光幕之后 化为一道白杖庞大的黑洞漩涡 漩涡缓缓地旋转着 吞噬之力散发开来 不断地吞噬着 四周的能量壮大自身 三大神物 不过怕还是差了点 雷蒂望着林栋 搞出来的这般阵仗 微微点头 玄机难难道 如果换作一个转轮镜的强者 动用三大神物 恐怕今天就算是摩罗 都是会焦头烂额 但可惜的是 现在的林栋 才升玄境大成 与这摩罗之间 差距太大太大 林栋召唤出吞噬祖符 深吸了几口气 眼中 红光更甚 旋即其袖袍一挥 二十颗雷霆之心呼啸而出 然后直接被他吞入了吞噬祖符之内 狂暴的能量在吞噬祖符之中炸开 吞噬之力疯狂地运转着 吞噬同化着那些狂暴的雷霆之力 现在的林栋 急需要这些外物的力量来增强防御 不然的话 根本无法阻拦 摩罗的攻势 而伴随着二十多颗雷霆之心 被迅速地吞噬 那黑洞也是突然膨胀 而且同时还有着 旁博的能量冲出去 直接是冲进前方的光幕以及光阵当中 以吞噬祖符的吞噬之力 吸收这些雷霆之心的能量 再用以加固其他两道神物的力量吧 倒是好想法 雷霆散道 眼力老辣如他 自然是一眼便是看出了林栋的打算 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现在的林栋 用以抵御摩罗的唯一办法 还不够 二十多颗雷霆之心所化的狂暴能量 呼啸在重重的防御当中 但林栋心中却是一声低吼 旋即其一咬牙 一颗巨大的雷霆之心再度地闪现出来 那是左肺留下来的那颗雷霆之心 这颗雷霆之心是左肺所化的 雷霆望着那颗硕大的雷霆之心 却是一正 旋即目光复杂 对于这曾经属下的波动 他显然还是熟悉的 这摩罗倒是把这个小家伙 逼得够狠的 硕大的雷霆之心一出现 便直接是被林栋 吞入了吞噬祖符之内 而后黑洞激烈地颤抖着 一股股可怕的能量疯狂地弥漫而出 然后灌注进入前锋的防御 而伴随着林栋这般发狠 只见得那黑洞 光幕 光阵 三重防御 竟开始扩散到了千丈范围 远远看去壮观宏伟 林栋双眼泛红 他望着这被他倾尽手段 搞出来的阵仗 唇角的笑容 也是有着一丝疯狂味道 旋即他猛地抬头 视线直直远处 面色淡漠地望着他的摩罗 摩罗前辈 出手吧 林栋的和声 带着一丝令人动容的疯狂 低沉地在这雷戒之中 轰然回荡